好 我們來看看 現在拼選站到處95天了 這個韓國瑜能不能當所謂的九五之尊 這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當然有講 當然要讓他想辦法能夠什麼排除路障 變成九五之尊怎麼做呢 說在22縣市黨部主委的匯報刀中 高呼口號強調九五之尊之外 在今天晚上在飯店有一個 全國公眾界支持韓國瑜競選會員大會 其實這是一個成立大會 那就是由工商建研會 這個企業界的人士 大家一起組出來的 那但是說韓國瑜要去 今天晚上要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但是聽說馬英九要缺席 馬英九之前才跟郭台銘愛得抱抱 大家就想說 那你跟韓國瑜的互動怎麼樣 結果今天又缺席了 難免可能會給人家做文章的空間 當然會令人有一些聯想 這個友誌 馬英九去不去是不是很重要 你說就算是不重要 也很關鍵吧 因為這會被拿來做文章的耶 會另外各自解讀 就跟上次在台上被虛的事件 一模一樣嘛 這叫做延伸解讀 很多新聞版就 新聞世界版就串接性的 你今天不動作 人家難免就會聯想到 這一陣子你們還在繼續不和嗎 其實整個國民黨到現在 我講真的 韓國瑜有沒有輸 我承認 我是庶民 我現在不是韓粉 我叫庶民 我承認韓國瑜現在狀況不好 但是韓國瑜的狀況 是他自己狀況不好嗎 不是 是外面的狀況不好 是整個國民黨缺腳了 就像整個蘋果電腦裡面 那顆蘋果被 可是問你這一口太大口了 你把它放到蔡英文在蘋果 看起來蔡英文已經夠爛了 薄薄 搭搭 被蘋果乾了 看起來還是比他小顆 為什麼 因為就欠一塊 現在就是這一整塊 馬英九這個動作就是這個樣子 馬英九你是那一塊裡面 非常大的一塊啊 你們自己不是很驕傲的說 這是貴族欄 知識欄 難道韓國瑜不需要這些票嗎 我不是很認同說 那些都別猜味啦 韓國瑜你扣市民就好了 你扁扁的啦 我想這種話是情緒性的語言 整個選舉不是人人好嗎 希望越多人支持越好嗎 馬英九你都代表這個力量啊 最近很多人問我 我只想要問這些還在黑的 還在分的 還在創造議題的 還在利用媒體攻擊的 黨內自己的那塊蘋果的缺口 我想問那一塊缺口的人 已經變成完整的我不想問 我想問那一塊被咬掉的這些人 你們不是告訴我要讓蔡英文下架嗎 那你們現在做哪一件事情 是在做讓蔡英文下架的ING 沒有啊 你不去就是讓蔡英文上架嘛 不就這麼簡單 不讓大家覺得說不團結 你們還在分裂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嘛 你不去就是讓蔡 你少了這一步 去參加了這一步 就是讓蔡英文往總統府 多踏進一步 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你告訴我 你要讓蔡英文下架 走的卻是讓蔡英文往前一步的動作呢 我到現在實在是 我可能智商不如人 可能我學歷跟林家欣一樣 我學歷不高沒得罪 少廷你可以告訴我嗎 有知識是不是真的很笨 我想不通這一點耶 這些人可能都比我高尚 可能知識水準都比我高 政治經驗比我足 我想問馬英九 我想問郝龍斌 我想問朱立倫 我想問侯友宜 你們這一群人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你們讓蔡英文再往前走一步呢 告訴我嘛 我不懂你們這些邏輯 到底在想什麼 這個動作就是 再下去 我跟你講蔡英文已經在九五至尊 那個天壇上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你有一天看到蔡英文 你我跟你講馬英九越走越遠 朱立倫越走越遠 你有一天看到蔡英文坐在上面 我到了 你要嗎 你要嗎 如果你要 繼續走這樣子的步 那個不要參加 那個不停 那個不 我跟你講 韓國瑜就插那口蘋果了 我現在聽說就是說 今天的這九百張票 好像就是五百張 好像說會去 可是呢 為什麼現在有 民進黨那邊 好像有一點壓力嗎 就是 我們看到時候哪一些大老闆 你們要去參加 你們要去參加的話 那我就可能要給你做記號 當然有此一說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有一些壓力 是不是可能就要稍微觀望一下 可是問題是 這個壓力難道會是來自於 國民黨內部也有壓力嗎 因為如果說有大咖 選擇不去的話 那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呢 該怎麼解讀 來 鳳哥 我想今天這樣的一個局面 就是馬英九跟郭台銘之間 搞曖昧關係 我相信有很多的庶民大眾 內心是非常焦慮的 因為怕歷史重演 怕歷史重演是什麼歷史呢 就是公元2000年那一次藍營 第一次的被下台 就是政黨輪替 那個時候是誰跟誰搞曖昧呢 就是李登輝跟陳水扁之間 從1999年提名連戰開始 就在搞曖昧嘛 搞曖昧的結果就證明什麼呢 國民黨不團結嘛 所以呢 馬英九在公元2000年那一次 開票的當天晚上 帶了群眾去包圍李登輝的官邸 結果被人家誕喜 被人家誕喜 難道馬英九希望這個歷史重演 當然我們希望絕對絕對 2020年一定要下架民進黨 萬一沒有辦法下架民進黨 就是因為你們大佬搞曖昧 就是因為國民黨不團結 那這個樣子會不會反而庶民大眾 反過來包圍這些搞曖昧 不團結的大佬 比如說像馬英九跟郭台銘 這種搞曖昧的方式呢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庶民大眾希望的是什麼 國民黨是團結的 國民黨是一致 炮口朝外 一致朝一個目標 就是把蔡英文趕快下架 那當然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團結 連工商建言會 這麼樣一個盛大的一個會議 這麼樣的一個挺寒的一個場合 馬英九你難道行程排不出來 你有什麼重要的行程 非要排你自己的行程 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樣的 了不得的天大地大的行程 要把工商建言會 挺寒的這個行程排除在外 這個是令人非常匪夷所思的 另外就是說 你跟郭台銘搞曖昧 你在三年前搞曖昧 或者說你三年後搞曖昧 可以那都是你家的事 或者是你們私底下 在房間裡面關起門來 兩個人非常親熱搞曖昧 這也是你們自己家的事 可是你在公開的場合 實在是非常不恰當 這個是馬英九部分 但是我也要歸勸韓國瑜 韓國瑜你應該也要回想一下 在去年為什麼會高票當選 為什麼會匯聚成一個寒流 難道有跟任何大佬搞曖昧 有跟大佬擁抱嗎 沒有 去年有跟任何大佬擁抱嗎 有需要嗎 既然去年沒有必要 而且也沒有去跟大佬擁抱 那換句話說今年 你也可以不要來這一套 換句話說今年應該怎麼樣 就是走出自己的道路 走庶民的道路 剛剛林嘉欣 直播的林嘉欣 那個林嘉欣這樣的人 或者是文三伯 或者說杏仁哥搶搶棍 這樣的一些庶民大軍 庶民的大將 才是應該你借重的人 何必care馬英九 何必care郭台銘跟誰搞曖昧 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 換句話說 這個韓國瑜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說你做出一些 真正有魄力 做出能夠大開大合的 國政的政策 提出來能夠感動庶民 這個時候才是韓國瑜 真正需要做的大事情 好 休息一會進行廣告 馬上回來 所以說韓國要成為九五至尊的話 你想想看他勝選方程式是什麼 怎麼樣才能夠掃除掉障礙呢 除了要靠韓國瑜 他自己的努力之外 與其說是要靠國民黨 不如說靠庶民大眾 恐怕比較靠譜吧 因為九五之尊比較 封建威權的那個味道 民選了什麼九五之尊就是 你也要強調庶民 就不要 因為剛好是選戰到95天 結果那個去扣 實在這個梗塞非常的不好 我不曉得2016年投票前 袁之兄我們在現場 那時候馬英九去幫朱立倫站台 馬英九嚇召罪急 馬英九說我這執政八年 怎樣 大家都算我頭上 可是拜託大家票還是投朱立倫 結果朱立倫輸了300萬票 我希望馬英九回到那個時刻 因為你從2016交出之前 到現在不是2020 可能幫你把政權拿回來的人 是韓國瑜不是郭台銘 郭台銘我本來一開始以為 他是來選的 結果我現在發現他是來亂的 我就跟你亂 我有很多錢 我就放來放去就變這樣子了 對不對 我希望馬英九想一想 你當初那8年 國民黨怎麼輸的 馬英九怎麼輸的 你當初對朱立倫很抱歉說 不好意思 我給你帶賽 給你甘利到 讓你這樣很難算 你現在不是也一樣嗎 現在不就是韓國瑜 要幫你把蔡英文下架 然後回到那個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馬英九基金會 禮拜六辦一個活動 本來邀請韓國瑜去 本來我們會同框 結果韓國瑜說我有施政行程 我沒辦法去 我是想請問邵廷 我才不相信高雄有什麼 非韓國瑜去不可的行程 其實如果那天 禮拜六他們能來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報報的畫面是禮拜天 就黃建廷那個新書發表會 將一化的基金會辦 然後他們就 郭台銘跟馬英九抱在一起 其實如果前一天 韓馬能夠再度的同框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其實這個就是 國民黨全待會之前 韓國瑜特意到 馬英九的辦公室去拜訪他 好 那我講的很現實 馬英九是可以加分的 馬英九到今天還是有選票的 無論如何 韓市長要以大局為重 他還是要跟馬英九合作 雲無論如何 做指示醫院的